先讲的是 你能够阿弥陀佛就很厉害了 因为他没有信仰 他根本不了解念阿弥陀佛 念释迦牟尼佛有什么功德 所以必须先讲那个 但是各位已经有信仰了 第二个你要追求智慧 什么叫智慧 不是看很多经叫智慧 再念一次来 看到真实的面貌 好 所以我现在问各位 结婚到底是快乐还是痛苦 有爱情到底是快乐还是痛苦 你会讲痛苦 那干嘛你还要去爱呢 不行啦 换一个就不痛了 明明是痛苦 当你没有爱情的时候 多自由多自在啊 当你不爱漂亮的时候 不重视外表的时候 穿个短裤脸晒得黑黑的 还发光 那个最美最健康 现在还要擦那个 擦那个 擦了老半天 那现在爱漂亮 是快乐还痛苦 痛苦 有爱情 请问情是何物 死去活来 所以你还没有跌入苦海的 千万不要掉下去 很苦 我现在跟你讲清楚 还没有谈恋爱的 千万不要谈恋爱 保证你很痛苦 佛陀说的 因为你相信佛陀 你有信仰 佛陀讲的方法 你要相信 要有智慧 那什么叫慈悲 信仰 智慧 慈悲 像我把这个道理告诉你 不怕你骂我 这就是慈悲啊 所以我有一个同学 精神忧郁症 他为什么 他女儿很漂亮 他每天就说完蛋了 我女儿那么漂亮 如果被男人抓去睡觉怎么办 他会这样 精神忧郁 我就跟他讲 你想这个 你年轻 害了多少女人 现在生一个女儿 你就怕死啊 所以各位 女人长得漂亮 是快乐吗 是幸福吗 如果是 活头就不要我们李光头了 知道吧 在泰国连眉毛都刮掉 让你要毁容 这样你就不会去执着这个东西 所以我想 有信仰要有智慧 什么叫智慧 再捏一次 来 相信因果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首先 你要相信因果 你要有钱 不是努力赚钱 不是用老金就有钱 来 不失就有钱 我常这样讲 这杯水是汽油 另外一个是水 如果你不不失 这个水再怎么努力 都不会变火 但是你经常不失 变成汽油 随便沾个火 随便找个工作 就发了 有钱的人赚钱很容易 没仆报的人 一天换三个工作 也没钱赚 所以 你第一个 你要有钱吗 那你要不失钱 供养三宝 照佛像贴金 帮助贫穷人 念一下 舍一得万 佛陀讲了 地藏经讲了 不失一块 以慈悲心不失一块钱 就种下你赚十万块的因 这很简单 所以佛教有一个故事 有一个乞丐 刚好人家寺庙办法会 很多大功德主 出很多钱 那这个乞丐 身上只有两毛钱 身上又脏脏了 她是女生 但是她想说 人家这么有钱 一定很会布施 我做乞丐 一定不会布施 所以我一定要布施 哪怕只有两毛钱 她趁人家不注意的时候 偷偷跑过去 把她两毛钱丢在功德乡 丢在功德乡 然后就没钱了 然后法会圆满了 大家说 老和尚 功德主是谁啊 老和尚就 功德主就是那位乞丐 大家都 结果这个乞丐听 赶快跑掉 自己很惭愧 怎么说我是功德主 才布施两毛钱 结果肚子饿 没地方去 她就跑到一个树下睡觉 因为她没钱了 也不能买东西 结果她在睡觉的时候 很奇怪 太阳本来可以晒到她 她的上面 永远有一块云 挡住太阳 不让太阳晒到她 那个时候那个国家 刚好年轻的国王 太太生病死了 很伤心 大臣老百姓 国王你赶快再娶太太啊 这样国家才不会乱啊 才会生太子啊 国王说我不想娶啊 你们去帮我找吧 我没心情 那个时候全部大臣出来找 全国哪一个女人 最有道德 把她找来 交给国王做太太 结果找了全国 这么多女人 漂亮得多 就是看到那个乞丐 哇 这个最厉害 太阳那么大 她永远晒不到她 她一定是最有道德了 就把她叫起来啊 然后带去洗澡啊 换衣服啊 化妆啊 这样 然后就嫁给了国王 变成皇后 麻雀变凤凰 为什么 因为她做乞丐 最痛苦的时候 不失两毛钱 所以她功德最大 有钱人不失 不见得功德大 因为你钱多的是 所以各位 这佛亲讲的 难行能行 所以第一个智慧 各位就念下来 相信因果 刚刚讲的 你希望长得高一点 多拜佛 多谦虚 那你就会高一点 你希望皮肤白一点 多点灯 多点灯 让佛像亮起来 你希望皮肤美一点 没事就拿扫帚来扫走廊 扫大殿 最好扫到观音室 佛经说 你扫大殿 一手掌大的功德 超过于扫地球 每一个角落的功德 有佛塔 有佛像的地方 你去扫一下 扫整个地球功德 所以 这个是世间的因果 但是它不是永恒的 它是暂时的 你需要有钱 越穷的人 越要布施 布施 不要跟人家比多少 默默的做 像我们 我经常走到哪里 没钱我会布施水 念大悲咒 甘露水 走到哪里 撒甘露 那个地方净化 人类也得到健康 孤魂野鬼超度 观音菩萨 甘露水 很简单 还有一种方法 念下来 水洗功德 就是说 别人布施花 布施什么 盖佛塔 盖佛塔 出钱 大华 佛经学校 你看到墙壁上有写个字 某某功德组 你马上合掌 萨都萨都 水洗水洗 那你就得到这个功德 所以佛经说 有人点灯 供佛 供佛塔 你合掌 得到十六种功德 水洗 功德是用心 所以各位听我讲一个你们常听的故事 有一个国王 他请了一千多个出家人 包括佛陀阿罗汉 供灾 供灾 七天七夜 结果呢 供完灾以后 那国王就会等 今天的功德主是谁 国王就会站起来 结果佛陀都没有念他的名字 佛陀另一个 另一个女人的名字 就国王很纳闷 明明 七天七夜都我不失了 怎么念一个我不认识 国王不敢讲 到了第二天 佛陀又念那个女人的名字 国王就不是滋味了 他就问宰相 佛陀念的名字是谁啊 宰相说 我昨天去查了 后面有一个乞丐 国王你在布施的时候啊 剩下一点饭菜 就给那些乞丐 那那个乞丐啊 拿到那个饭菜 而且很高兴 在那边念念念念 可能念水洗吧 所以他功德最大 哇 那国王说 你去处理一下 结果到了第三天 那个宰相很聪明 当那个饭要给乞丐的时候 他就把他抢过来 打他一顿 这样 不让这个乞丐吃到饭 这个乞丐就生气了 一生气他就不水洗了 结果第三天 功德就是谁 换国王了 那佛陀就讲这个故事 功德不是你出很多钱 像那个乞丐 有感恩的心 水洗国王的功德 水洗佛陀 所以他功德最大 国王以傲慢心 想要抢功德 所以他功德没有那么大 所以我想各位在缅甸 太好了 到处都有佛塔 像我每次坐在车上 我就一直合掌 因为到处都是佛塔 司机又一直看我 你干嘛一直合掌 因为有佛塔 各位来 手拿出来 看你有没有常合掌 你手弄这样 如果你合起来 前面直直的都没有缝 手很直 代表你这个人常拜佛 而且不杀身 手指头长长细细好看 有没有看过佛陀的手 漂不漂亮 如果你这个人都不喜欢拜佛合掌 你每一只手都短短了 短短 粗粗的 连指甲都快 没有了 矮矮胖胖的手 手再拿出来 摸摸头 你头有没有尖尖的 头尖尖的代表常常拜佛 头扁扁的 你这人很骄傲 都不拜佛的 所以每一个佛都是头尖尖的 头永远尖尖 叫无见顶向 顺便来看看手背 摸摸这边 有没有骨头很多 如果你摸手背 摸到骨头 而且有血筋 代表你这个人会做小偷 爱赌博 做会计 保证贪污 释迦摸尼佛的手 看不到骨头 看不到血筋 柔软了 叫兜率棉手 以后要请会计 看看他的手 哎哟 这个不行 不能用 手再拿出来 摸摸手心 细细的还粗粗的 好在你细细的 粗粗的代表好色 你牵你男朋友 哇 算了 换一个人吧 佛陀的身上没有毛的 没有毛的 他那个毛要用显微镜 看得见 佛陀不用烫头发了 每一个都自然卷的 卷右边 你的头发有没有卷 有卷代表聪明 没有卷代表个性刚烈 有些人头发是这样子的 卷还分两种 右边的还是左边的 如果你是右边的 代表你这个人有善根 很会听佛经 左边的你这个人很聪明 但是小聪明好辩论 不信佛的 手再拿出来 摸摸手心 热的还是冰的 如果你到了冬天还是热的 代表你这个人很孝顺爸爸妈妈 很慈悲 救小动物 手心永远红红热热的 释迦牟尼佛的 手心永远跟脚永远是粉红色的 所以各位 第一个智慧 念一下 相信因果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所以在这一点 希望同学一定要守五戒 每天都要念五戒 念一下 不杀生 得长寿健康 没有敌人 记住哦 如果你杀一只鱼 杀一只狗 它来世都会找你报仇 如果那只狗死了 马上会找你报仇 把你的小孩子 在你胎里面就咬死 生出来弄它病死 这是真的哦 狗有记忆性 毒蛇 猫有记忆性 这些有记忆性的动物 你去伤害它 保证找你报仇 所以绝对不能杀生 一只蚂蚁也不行 小沙咪救蚂蚁 本来七天要死的小沙咪 救了一百多只蚂蚁 岩寿变成九十六岁 连蚂蚁你走路都要小心 不要故意踩死它 第二条 不偷盗 多布施 富贵有钱 广结善缘 各位你现在开始做 因为你开始做以后 你去找工作会碰到好老板 做生意碰到好客户 因为你有不思的习惯 你就很容易赚钱 广结善缘 要相信因果 第三条 不邪淫 感情快乐 家庭圆满 现在的人乱了 所以很多同性恋 双性恋 人腰 为什么 乱搞男女关系 今天一个男生很帅 到处交女朋友 把他甩了 睡完觉把他甩了 没事 反正没人知道 那你生出来的小孩很可怜 你下辈子也很可怜 所以各位 做女人跟做男人 做女孩子是一种业障 偏偏现世间的女生很奇怪 你为什么 男传佛教 女孩子不能受比丘戒 只能做八戒女 守九戒 因为佛陀知道 做女人身体就是一个业障 女人就是因为过去欲望很强 那个也要 那个也要 连指甲都要擦红红的 把黄金的要套在脚上 套在脖子上 套在鼻子上 女人欲望很强 欲望很强的投胎做女人 欲望不强的可以投胎做男人 所以男人可以出家七次 佛陀并不是看不起女人 这是真相 所以各位 念一下 不携淫